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球不松四号位的这个球是比正常的长度稍微短了一点 我不知道跟二传是不是有意这样打 各种的发球 一传到位 我们看这次快球打在了界内 王景欣很快在三号位是回击了对手 今天这场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比下午的人数还要多 因为今天下午刚刚进行了三四名的决赛 而最终辽宁队东道主 他们是以3比2战胜了解放军 收获了第三名 这次北京队双人篮网是打手出界 是的 上海队又是用他一贯的这个快速的打法 来打中了这个球 对于上海男排来说呢 他们的技术特点啊 就是全面 多点 快速 战术丰富 现在我们看到沈琼的发球 沈琼的跳发没有过往 应该说对于上海队来说啊 沈琼和任其接发球的能力非常的突出 对 今天这两位主将也是再一次回到了场上 对于北京队来说啊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对 我们看看这次王琛的发球是否能够破坏对方的一次攻 王琛跳发 调整之后 北京队双人篮网 球依然是打手出界 刚才打中这个球的是上海31岁的老将主攻手王之腾 半决赛当中啊 他也是帮助上海队拿到了19分的高分 这也是全队最高了 现在我们看上海队副攻手杨建斌 32岁老将还得发球 北京队一传到位 交给了后外 我们看这次王琛是打中了 今天在赛前刚才和王琛有过交流啊 他确实是有腰伤 也是带伤上阵 但是今天没有办法 什么也不要说了 就最后一场听了 通过这个球可以看出来 确实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兴奋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5号胡松 主攻手胡松的跳发 上海队也是以一个加三 但是没有打死 这次短平快被北京队拦了回去 我们看北京队拦中这个球之后啊 也是掀起了一个高潮 看来上海队的老二传何炯 今天是一定要以快变来制约北京队 连续两次的这个战术球的配锁 但是还是被北京队拦死了 四朝元老胡松第四届全运会之旅 他的跳发球 今天两个队上来之后 几名跳发球的队员 拼得都比较凶了 看来还是想互相制约对方的 这个遗传 对 对于上海队来说呢 刚才我们提到他们有众多的光环 而收获这些主要荣誉的球员啊 都在场上 一定要提的就是像沈琼 崔晓洞 何炯 方颖超 杨建斌 任奇 老将众多 新老国手众多 经验非常的丰富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说打全运会是非常的有经验了 是的 毕竟他们是上两届全运会的冠军 这一次他们自然希望能够实现 全运会的三金王 对 而且呢 大部分选手都有全运会的经验 对于北京队来说 这方面的经验会弱一些 而且上海队这些老男孩 之前我们也讲过 很多的球员 绝大部分在结束这一届全运会之后 也将会选择退役 是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中 两支球队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北京队是这么多年之后 第一次站在全运会决赛的赛场上 是一个冲击的心态 而上海队的这些老男孩呢 更希望在自己退役之前的 最后一场比赛中 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对 不要留下遗憾 是的 我们看目前双方啊 今天是决赛 在第一局比分就非常的焦灼 所以我现在跟李鹏也是非常期待 今天晚上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相信观众机前的观众们也是这样期待的 对观众机前的电视们 是的 太激动了 我们看康康的发球 这次是沈琼在四号位打了一个直线 但是 我们看裁判示范北京队得飞 对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沈琼高高的跳起 这是打在了界外 对 康康的发球轮继续发球 哎呀 这个有点遗憾了 那么发球失误 北京队目前是7比6 依然领先对方1分 这个球康康的意图 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二回位前驱的点 但是稍微控制的 有点欠缺吧 上海队发球 北京队一传到位 这次是一次前快 三号位打中下球了 我们看刚才下球的是 1号王景星 那么这样的话 北京队也是以领先 进入到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技术暂停 目前北京队的比分是8比6 我觉得在第一次技术暂停之前呢 两个队的发挥 还是都非常的出色平稳 一攻首先保证的都非常的好 那么上海队的特点 还是继续的以快变的打法 来制约北京队 但是咱们今天北京队这边 在第一次技术暂停之前 我们也看到 咱们的复攻运用并不少 今天的一传防守 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一传保证了之后呢 能保证咱们前排三点 或者两点 包括加上后排的进攻 都能有一个出色的发挥 对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说 他们刚才我们也讲到 要快速多点全面 对于北京队来说 也是更擅长两边拉开 中间牵制为主的一种打法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打法 所以这场比赛呢 在我看来呀 更多的技术打法 此时此刻都不重要 尤其对于北京男派来说 很简单 就剩下 拼了 是的 因为打到这个份上 我看队员们今天在 就热身活动的时候啊 都是非常的轻松 对 每个人都是面带微笑 已经觉得 今天这场比赛 就是一场体验 所以他们的放松 也让我们的心情 变得更加的轻松起来 我们来看这一次 王琛在二号位的扣球 是被拦回 王琛呢 现在作为北京队的一个 重点进攻人 我相信每个队 在跟北京男排交手的时候 都会重点研究 王琛的一些线路和特点 北京队一传到位 我们看这次交给了 二号位的王琛 我们看看裁判这个时候怎么判 王琛作为草原队长 在和裁判进行着沟通 这样的话是判给了 上海队得分 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到底有没有打手出界 确实咱们这个角度 也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咱们就胡松裁判 对 目前北京队落后一分 8比9 胡松在四号位的一次轻打 对方拦了起来 哦 北京队看看初灰的表现 顽强地救回来了把球 先把球推过去 哎呀 这个球实实有点可惜啊 所以这就是提醒北京队的 一定要通过前面的单循环 还有后来的半决赛 一定要减少这种不必要的失误 对吧 而且呢 他们这种发球和接发球的能力 也需要得到避免失误 嗯 是的 特别是像对上海这种老道的球队 还好 我们看这一次上海这也是回敬给北京队一分 刚才说到北京队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要提高 嗯 我们看林牧之道在场边啊 也是抓紧时间和队员们进行互动 嗯 现在发球的就是一号王紧星 34岁北京队年龄最大的一位队员了 我们看上海队这次交给了四号位 戴京队的扣球被防了起来 北京队还有机会胡松打手 我们看啊 上海队很快组织起了反击 依然是戴京队 戴京队的扣球这个球还没有完 北京队不能够松懈 所以一定要注意力气中 人席很有经验把球高高练习 北京队注意不要配合失误 依然是四号位王琛的 二号位王琛的扣球 还有机会 王琛两次努力啊 对 终于是造成了打手出镜 最后的这个球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因为可能看到了直线的空当 果断的拐了一个直线 但是他前面的一个球 可能有点想打死的这个心情 有点太急切了 只是急于发力了 但是还好 运动员在场上及时的调整 对 我们来看王锦兴继续来发球 上一轮半决赛 王锦兴拿到了10分 上海队又是一次快攻 北京队两个篮网队员起来了 但是这个球速度很快 还是卧果了 对 现在轮到了沈琼的发球轮 上赛季他在联赛得分榜是盘在地板 发球榜和赵毅是并列16 我们看北京队一传到位 这次是一个贴刺战术 由四号位的胡松 非常遗憾是被 拦了回来 而且是对方 单元篮网 戴青瑶拦回 对戴青瑶非常有高度啊 这个篮网 其实我们说像上海队这种 本身自己的快变打法 非常出色的球队 在拦对方的时候 他也会比较有经验 我们再来看这一次前快 这是北京队的九号杨帆 在三号位下桥 北京队目前是11比12 还落后一分 现在轮到王琛的发球轮 王琛25岁身高1米93 半决赛拿到了19分 看看王琛的这次跳发 飞得很不错 很大的冲击力 波 这一次 依然是对方的接应戴青瑶 在二号位的扣球是打手出界 这样北京队还落后两分 从开局的表现来看 双方的比分是紧咬 而且非常的焦灼 对 这让我们不得不回忆一下 双方的交手记录 其实仔细地回顾 近期的交手记录啊 北京队上赛季联赛 两次3比0凌峰对手 但是那会是有外援的 而前一会的预赛呢 北京队是3比1获胜 而最近的一次交手 北京队是8月3号 在本届全运会决赛阶段 单循环第三轮 是3比2逆转获胜 而达到决胜局 北京队是16比14 两分显胜啊 所以这次算来北京队 近四次面对老男孩们 四战全胜的战绩 对 听起来还是很辉煌的 是的 是的 我希望今天北京队的队员们 也能把握住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对 但是近十年来 真正能够赢上海队的估计 也就这几次了 嗯 是的 所以今天 在全运会决赛的赛场之上 北京队还会创造新的辉煌哦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 来共同关注双方 接下来的比赛 目前北京队是12比14落后 轮到一号戴星瑶的发球 身高2米05 22岁 戴星瑶的发球刚才是出界了 而且戴星瑶是上海队啊 现役国手之一 这是8月8号新公布的国家队大名单 这也是2013年为了备战 南排亚锦赛 而公布的名单当中 上海队呢是由戴星瑶和2号任席 两位队员入选 而北京队只有初辉一位 榜上有名 初辉也是老将了又一次入选 咱们在这里也恭喜他一下好吗 对 也要祝贺初辉啊 是的 我们今天也希望看到 初辉和上海队的自由人任奇 他们在比赛场上 带给我们带来一次这种 精彩的愉悦就求 是的 17号王之腾的发球 北京队依然是由 善信涛在4号为大众 刚才也是一个快球的掩护啊 我们看到当对方上海队 二传何炯在前排的时候 咱们北京队的二传康康 是坚决的把球给到4号位 因为 何炯在前排篮网的这个高度 肯定是欠缺一些 所以找到这个突破口 应该成功率还是高一些 康康的跳发球 刚刚这次防守 刚才是上海队的第一次战 准备防了起来北京队的机会 现在还有 还是分给了4号位 这次善信涛是打手 得分 对方的拦网是拦在了自己的阶内 对 双方的比分在第一阶来到了15分 我们看 吕宁星指导 也是向自己的队员表示鼓励 现在咱们北京队的队员们 进攻下手是一个比一个果断的 对 刚才看有一个球 在二传康康的手底下 二传康康从三分间也是起跳 靠了这个球 看康康的跳发球 这次快球是打成了 而且13号崔晓冬也是在往前 用他的身高优势啊 拿下了这一分 刚才是一个乔打打在了无人防守的一个空档 是的 这样的话比分也是16比15上海队领先一分 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第二次 技术暂停 果然在进入到第二次技术暂停之后 比分还是没有拉开 还是一个非常胶着的一个状态 那么刚才咱们北京队在落后的情况下呢 现在是把落后的比分只缩小到了一分 希望在进入暂停之后 咱们能看到北京队更加精彩的一个表现 嗯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啊 我们看比赛的现场 这是位于辽宁省朝阳市 所以今天来到那么多观众 有一部分是为北京队加油的 对 有一部分也是为上海队加油的 是的 还有一部分啊 是来看热闹的 决一会的决赛 机会难得呀 对 我们看 初会的接球到位 好 这是往前那次争夺 哇 看看北京队这次的防守 哦 后排的张卫非常不错 一个处理 就打过去 这次无心插雷鲁成音啊 对 就得夸夸他 这个球啊就夸他这个运气好 是的 没想到这种处理球 太多分了 这是一种把握机会的能力 对 呃 需要我们看到在场上队员 更多的这种把握机会能力的一种体现 目前 双方来到了十六平的比分 十六号主攻手 有战庆涛 身高是一米九四 哦 大力跳发破坏对方的遗传了 我们看这次hold out 北京队防了起来 还有机会交给四号位 哦 我们看这次裁判是 和上海队得分 因为我们的这个角度啊 确切的说是在北京队队员发球的后面 对 所以呢 我们在有些角度看的不会特别的清楚 嗯 而且 对方二号位的扣球 要是扣一个世界最长线 张哥你可得提我挡一挡啊 没问题 我一定会保护咱们的男主持人的 嗨 我要投注的解说嘛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俩这段玩笑过程当中啊 双方已经来到了十七平 依然是由北京队最老的一位老将 34岁的王锦兴 也极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 全运会的旅程了 啊 出攻手 身高两米非常的稳重和实用 我们看这次落点不错 上海队的一次加三 也是由一号占星瑶打中了 占星瑶也是不光是可以在二号位打接应 也可以在四号位打主攻 对 应该说个人的这个能力啊 是很强的 是的 北京队目前依然落后一分 一船到位 依然是交给了王琛 王琛在二号位又一次下球 我们从他的表情和状态来看 看得出有病吗 有伤吗 看不出来 而且我觉得以往王琛在二号位的进攻 特点是斜线会比较多一些 对 今天我估计他预料到对方会主要拦他的斜线 所以从开场到现在他还是直线打得非常多 挑发 对方的一船也算到位了 交给了四号位 四号位 王之腾的扣球 我们再来看一看 是被北京队的康康了 单人狼狼得分了 在比赛中拦网得分的时候是非常长气势的 对方士气 而且北京队至此是反超了比分 目前是19比18领先一分 依然是王琛的八球轮 王琛选择的是 大力跳发 后滚膀跳发 还有机会一人给二号位 这次戴青瑶在二号位下球了 我们发现了在这次的拳用会中 好像戴青瑶的这一点高点的二号位进攻 现在渐渐的取代了 沈琼在上海队的这个主要进攻的这个位置 他的球现在越来越多了 上一队进行了换成调整 换下了五号副攻守杨建兵 换上了主攻守三号黄冰 他的身高是一米八六 在之前的比赛中 咱们也介绍过这个队员上来主要是为了加强这个球后排的防守 还是起球了效果比较好 刚刚这次防守北京队双人狼马 又拿分了 又是杨帆 杨帆的表现啊 应该说在对江苏的那一场比赛当中 最后一轮单循环连续得分 对印象太深刻了 我们希望今天北京队在场上的各个位置能够全面开花 之前都是主攻开花一次 接应开花一次 副攻开花一次 看看胡松的跳发 北篮的回来 四号位 我们看这一次戴兴尧在四号位的扣球是避过了北京队的蓝王手 这个线路的选择还是很到位的 是的 四号高是2米02 而且对于戴兴尧来说啊 也是第二届全运会了 他也是有一定的经验 而且预赛的时候他的脚位是有伤病 目前看的情况还是不错 戴兴尧的发球 交给四号位 这一次北京队的扣球是被拦了回来 目前北京队又落后一分了 所以第一局打到现在上了20 什么样的结果 还不好说 而至此 李牧之导已经请求了一个暂停 我们请张哥来就第一局比赛啊 北京队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我觉得其实北京队今天从第一局来看 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包括在第二次计数暂停之前的一个 连续的一个追分 那么上到20分之后呢 我想在上海队这种比较老道的球队身上 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 在关键分数上的一个把握 我想我们北京队一定在20分之后 要抓紧了 一定要把握住 其实强队之间的较量 胜负往往就在一两分之间 对 所以我们要看看北京队和上海队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 谁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一些 好的 好 现在依然是由一号戴青瑶的跳发 北京队成到位 这次一千块但是没有打死 上海队还有机会 保 这一次上海队第二号位的反击啊 是拿分了 我觉得这个球韧琦的功劳是非常的大呀 我们也知道在上一场半全赛的时候 最好任期也是受伤下场 从这场他的表现来看 好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北京队目前在第一局是两分落后 依然是戴琴瑶队发球局 一转到位 交给了四号位 打手出键了 北京队拿下一分 我们也是替他们紧张 对 山前涛这个球打的确实也是很巧 这个球其实稍微的有些开往 他也是用一个小动作得了这一分 下面这个发球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期待了 因为是杨帆 杨帆的发球看起来软绵绵 没什么冲击力 但是往往能够收到奇效 是的 我们也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这次快球北京队防了起来 看看北京队的机会 没有打死 三人狼网这个球后排防了起来 对 做好防法的准备 这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看戴青瑶啊 在二号位已经连续三次下球得备 是的 是的 也造成了北京队的卡轮 是的 我们来看戴青瑶 因为对方这个三号位是不是有个快球掩护 所以吸引了北京队的防守队员 刚才单人狼网来防他 让对方下手很从容 我们看 林木之导即时请求了暂停 也请张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想现在李之导下来的部署 应该也是在二号位针对戴青瑶的这一点 是不是应该重点的去盯防一下 因为他从开局到现在 这一点打的是非常开的 如果一个运动员一个攻守 你让他一直以这样的状态打得很开 打下去的话 可能后面想制约他就比较有难度了 对我们看林木之导主要是和北京队的副攻守王锦兴 在进行的沟通 对 要需要他们这个加强前盘狼网的表现 从手型上来看 也是在部署一下狼网 嗯 我们看看这次暂停之后 是否会收到成效 目前北京队是21比23 还落后两分 这一分还是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关键 对 17号王之腾的发球 31岁的一位主攻守 也是老将了 一传不到位 我们看看这次调整之后 我们看看这次调整之后 依然是单庆涛 北京队是 我们看到这个球好像编才是示意了一个界外 但是今天的主裁刘娇还是坚决的示意 这个球是打在了界内 对 这是来自四川的国际排联级的裁判 第一裁判刘娇 现在是康康的发球轮 北京队落后一分 这次光往北京队有运气 看北京队把握几乎的能力来了 看看这一次是不是打手 打手出界 北京队把比分追平了 追平了 追平了 真的也是特别不容易 北京队23平 上海队的主教练 吕明星指导 看不下去了 他该着急了 他也是2012年 吕明星指导 是从王剑指导手中来接任 上个赛季呢 他们始终获了联赛第四名的成绩 果然这个时候 我想上海队肯定要及时的暂停调整一下了 因为刚才23比21北京队落后的时候 我们也说到那一分是非常关键的一分 如果上海队再拿到那一分 拿到局点了 对就特别不容易 但是北京队现在把比分反超上来了 咱们也是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啊 当然现在不能够掉以轻心 对 希望北京男排能借着连锥两分的这个气势继续的打好 康康的发球 对方一转到位 还有机会 我们看是用脚垫了过来 居然没有出界 北京队两往后排又转了起来 哎呀 哎呀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还以为救起来了 是 但是奸向了场外 对 上海队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依旧是戴青瑶在二后围的一个进攻啊 嗯 他们换人了 也是换上了五号杨建兵 这位副攻手 嗯 身高两米的一位老将 我们看他是站在了前排 胡松的一船 哦 这次快球 没有打死 北京队还有机会吗 哎呀 哇 上海队是打中了 打中这个球的是沈球 我们看 就打中一个球 拿下第一局 激动的人都跟夺冠了一样 对 上海队第一局 25比23 拿一起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嗯 镜头给到的是今天的一才 来自四川的主裁判刘娇 国际排连级 王锦兴的发球 对方的一次加三 我们看上海队也是由一号戴青瑶 嗯 在三号位打中了 对于上海队来说啊 他们的一大特点就是战术的运用非常的丰富 是的 尤其是在往前的战术啊 嗯 他们的一船到位成功率越高 意味着他们的复攻战术也会越多 嗯 而刚才我们看到也是一个主攻的战术了 嗯 接下来沈琼的跳发 失误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们上海队的开局轮第一轮 戴青瑶在四号位的这一点的时候 嗯 围绕着他打的战术进攻是非常丰富的 嗯 几局的开局都是由他来跑动得这一分 看看这次王晨的跳发 仁琦的一船 北京队拦网之后 没有把这个球拦死 上海队这次看看 没有把球能够电过来 这样的话北京队第二局是2比1领先 戴青瑶还是自己感觉非常的惋惜啊 刚才就完球之后在地下直吹地板 嗯 随着这个比赛时间的推移 比我们看现在在辽宁省朝阳市体育馆内啊 现场观众的上座率是越来越高了 对 当然在现场我和张哥也是为北京男排加油鼓劲的代表 当然了 有的时候啊不能使太大的劲 哈哈哈 得了不少分了已经 我们现在能听到非常清晰的现场的加油声 其实是来自咱们北京的球迷 对在我们的左后方 是的 而在我和张哥的右侧啊 就是上海队的众多替补队员 还有活动日升队员虎视眈眈的盯着咱俩 哎呀 北京队一个非常可惜的失误 对对对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3比3 我们看吕之导的表情倒是很轻松啊 嗯 北京队的队员不能够着急啊 因为毕竟上海队老将多 他们的经验丰富 嗯 北京队虽然是就靠冲 就剩这一口气 但是也得用智慧 对对 不能够硬冲 我们来看一号戴青瑶的发球很有威力 北京队二传调整 被传给了后二 王辰这个球被拦了起来 上海队的机会后三 这个球是出界了 没有打手 北京队4比3在第二局领先 沈雄这个球也是面对北京队的三人拦网 嗯 想有意的打手出界或者是提高进攻点 但是这种球确实是很不好把握 依然是9号杨帆的发球轮24岁 身高1米94 他的攻防实力非常的均衡 我们来看 这次二次球北京队防了起来 这次机位的把握又会如何呢 人齐的站位非常好 嗯 这次王之腾在四号位的扣球是出界了 嗯 刚才这个调整攻是不是打得比较的困难 对也是比较困难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也是上海队的主攻王之腾 脚底下的脚步没有调整到位 嗯 上海队现在已经连丢2分了 又是2分啊 继续来发球 是的 哎呦 今天的队员难道不能夸吗 嗯 可能还是我觉得像这种发球出界的情况 在比赛中应该是跟队员的心情有关系的 嗯 往往是在很兴奋的情况下 力量会不像平常那样好控制 嗯 北京队还领先1分 接下来是王之腾 31岁的老将 北京队的钱快打成了 3号位下球 北京队6比4领先2分 我觉得今天北京男排在复攻这个线上进攻的 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嗯 我想在一船继续到位的情况下 二船手康康 肯定还是会继续坚决的组织快攻 嗯 北京队的发球啊 哎呀 现在已经浪费机会啊 通好的机会啊 对已经连续两轮出现发球失误了 等于是上海南派在没有被 吹灰智力的情况下拿到了2分啊 对啊 13号 崔晓东的发球 北京队1点给2 2号位 对王晨这个球是打成了 是的 北京队7比5 北京队赢一分 不容易 嗯 而送一分 太简单啊 还是要注意一下送分的这个情况 嗯 今天王晨在二号位的这个进攻点 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来看 这是主攻守单庆涛的发球 单庆涛27岁 身高是1米94 他也是第二次打全运会了 跳发 这次短评有点突然啊 嗯 他们这次战术的掩护很逼真啊 是的 但是出现了配合失误 对 这样的话 北京队也是以8比5的比分领先 进入到了第二局的第一次 技术暂停 嗯 嗯 咱们看在第一次技术暂停之前呢 北京队自身失误 其实送给了上海队3分 嗯 有2分的发球失误 那么还有一分 是一个队员之间的一个让球 上海队的推攻过往 北京队自身队员的让球 失掉了这一分 那么咱们现在 但是还是领先3分 进入了第一次的技术暂停 对 说明上海队在这一局的发挥 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 希望北京蓝牌呢 在后面能保证一个平稳的发挥 对 把自己这边首先保证好 不要跟随对方的节奏 嗯 毕竟现在北京队领先 所以北京队 尽量地避免失误 而且打好一次攻 是的 来 我们看这次跳发 1 2 这次后二 哎呀 哎呀 哈哈 这个球其实胡松 已经及时的跟出去想救这个球了 嗯 但是球呢很不巧 已经落到了这个网柱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上海队老将啊 36岁的何久 身高1米87 交给了胡松 哎呀 打手弹回了本方界内 这样上海队是缩小的分差 目前北京队只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8比7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是每分必争 对 其实像刚才这种球 篮在后场也非常的无奈 嗯 这次前快 还有一次机会探头打成了 这就是王锦兴 1号王锦兴 刚才我们介绍过特别的沉稳 是的 所以一个老将在场上真的是 特别稳重 对非常稳重 反应也是非常的快 他就管打球 是吧 不管笑 他也不扑 对 好像情绪没有很大的波动 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刚才沈存的后球被拦了回来 那么这一次 北京队又拿分了 嗯 咱们其实看现在比赛打到这种焦灼的程度 嗯 连上海队的老将也出现了一些急躁的心情 刚才5号的这个上海的老副公啊 杨建斌 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非常的急躁 也失误了 这就是王锦兴 你看 没有任何表情 他输球了也不会有什么表情 你看对不对 很淡定的跟队员们击掌啊 以示鼓励 对 心态的稳定的一种体现 对 现在上海队的发球 沈琼 沈琼的发球榜上个赛季是和赵毅 并列排在联赛的发球得分榜第16位 嗯 这次北京队的这个推攻啊 有点出人意料 是 其实咱们也是采用了一个 战术球的一个配合 一个一个重叠的一个配合 其实是有点失配了 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 是 但是任琪也是非常有经验 判断出了吊球 及时冲下去 没想到冲过头了 拿分就好 我们来看这次王锦的跳发 像炮弹一样 把任琪给打倒了 我们再看这一次 好 北京队 哎呀 哎呀 所以说呀 队员在场上非常兴奋的状态下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其实你看王琛是非常的想去救这个球 嗯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其实他的身后呢 啊 单庆涛已经在那儿了 他比他更有力来救这个球 其实 杨建斌又迎来自己的发球轮 嗯 这次后二 北京队 得分了 嗯 是上海队的一个出往三规 翻面是给了九号老将何久 我们看北京队如何来保持这样的优势 嗯 甚至有机会把这个优势扩大 是的 胡松变换了发球的姿势 戴青瑶四号位的扣球 是被北京队狼网拦在了界外 对 戴青瑶在我们俩几乎是身前来发球啊 嗯 戴青瑶的这一点 北京队现在还是 稍显得有点儿没有办法 嗯 大力的跳发 哦 收力了 哈哈 哈哈 这个球 北京队送上一分啊 对 应该是他自己没有抛好 嗯 嗯 咱们看看 九号杨帆的发球 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这次是一个加三 对 打成了 打成这个球的是17号王之腾 上海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这种战术的应用 现在是非常的娴熟 嗯 北京队一旦是有两分的优势 王之腾的发球轮 哇 大力跳发至滚网 北京队的机会 妮娜该交给了四号位之后是 哎呀 出界了 很可惜出现了失误 这就是一种把握机会的能力之一啊 其实刚才王之腾的这个大力跳发 质量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咱们北京队的这个一传 其实接的也不错 但是在进攻上呢 嗯 稍微有点可惜还是 王之腾的大力跳发 今天上海队我们看他们拼发球 拼得很猛 对 很凶 两个队拼得都很凶 好在 这个球北京队得分 嗯 还有两分的领先优势 现在 到了康康的发球轮 北京队的前排应该是三点中 对 转平之后北京队防了起来 还有机会 哦 交给了王晨 这一次戴行邀的扣球 北京队有机会组织起防反 又是单庆涛 哦 刚才是五号胡松 是单庆涛 是单庆涛 是单庆涛吗 嗯 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 这是初晖把球救起 最后十六号单庆涛 单庆涛两次在同样的位置是被拦回了 对 刚才老 咱们北京队的老将初晖也是救球 已经救到了替补席啊 现在北京队只有一分的优势 被传给王晨 狼王 拦在了阶内 这个球非常的关键啊 嗯 如果这个球没有拦下 不光是对北京队信心的一个打击 是 同时比分也会出现平分 对的 上海队的气势 就会借机而起 嗯 嗯 现在咱们还是保持了两分的优势 希望一直这样保持下去 我也希望张哥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为我们大家带来 更加让我们激动的解说 哦 这就是二传手在前排的一个经验啊 嗯 刚才是何炯的一次二次球 对 北京队完全是没有想到 也没有做好任何的防范 是的 其实何炯在掉这个球的时候 肯定已经 事先瞄了一下北京队那边的篮网 发现了空当 才去掉这个球 老将啊 还是有经验 将还是老的了 是的 至少刚才那个球 嗯 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看北京队武松 四号位打手出界 这样北京队是以16比14领先两分 进入到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技术暂停 嗯 太不容易了 真的太不容易了 果然在第一次技术暂停之后呢 咱们北京队又是 啊 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 一个场面吧 不容易的还有北京队全一会的 成绩 嗯 从北京队历届的成绩来看啊 六五年的二运会他们夺冠了 七五年的三运会呢 是第六 七九年未进前六 八三年五运会是第四 八七年六运会是第二 所以我们老说 这次进决赛 也是平了八七年六运会的这个第二的成绩 嗯 太不容易了 至少是这样一个记录吧 那么之后呢 北京队陷入了近二十年的一个沉沦期 七八九十届都没有进前六 上一届全一会啊是第七 零七年 李牧之道接手北京南排 看看今天 在决赛的赛场 北京队的成绩又会如何呢 北京队发球 好 这次北京队得分 这个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 上海队的一船冲网 嗯 像这种送分的机会啊 北京队要把握住 嗯 对 对方既然那么不客气 那么客气的给你送了大笔 北京队自己就不要再浪费机会了 是的 哎呀 这一局啊 北京队在发球这一个环节上的失误送的分 有点实在太多了 而且特别是像这种跳飘球 其实把握性应该更加大一点 嗯 沈崇尔发球 好球 我差点喊好球了 当然这个球对于北京队是一个好消息 我能说咱们这是礼尚往来吗 对 礼尚往来 还是你的这个比较客观和中立 当然我们期待着双方球员给我们带来精彩的 表现 嗯 毕竟沈崇尔啊 这位老将 这么大年纪 但是他接一船的能力也很强 是的 你看他刚刚跟任其在后排一起做了一个废盒 这次胡搜在四号位的扣球是被拦回了 北京队18比16 还领先两分 上海队是做出一个换人调整 换下了五号杨建斌 换上了三号黄斌 这也是主攻 嗯 黄斌这名队员呢作为弃谷来讲的话 上场的机会还是很多 对 现在看看他这次发球会不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 北京队队员们不要紧张啊 说不定他手感就不好呢 还是保了一下 对 这次北京队的快球 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北京队得分了 得分了 应该判了一个打手出界 北京队19比16 我们看看慢动作 嗯 果然很清楚的一个打手 打在了崔晓栋的左手手指指尖上啊 是的 是的 崔晓栋身高2米05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占优啊 对 他人也可能是有意打指尖 嗯 胡松 没有选择跳发 我们看这一次 哇 上海队加三 是由王芝腾 拿分了 又是一个这个上海队成功率非常高的一个战术 嗯 建立在一传这个到位的基础之上 嗯 北京队防不胜防啊 是的 戴青瑶的发球 北京队一传不好 再调整 后二 王晨的扣球 下球拿分了 北京队在这一局啊 保持着三分的领先优势 嗯 这样的话 北京队只要打好一次攻 对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保证好一传 然后把一次攻一定要打稳 现在是北京队的发球轮 又是杨帆啊 嗯 我们期待着杨帆的发球 能够在这一局 受到成效 效果很好 果然被我说中了吗 真的 太难得了 一个非常急坠一个下沉的这个球 这种球 因为我在比赛的时候也接一传 我是感触非常深的 你给我们说说 对 像这种过往急坠的这种球啊 你本身已经取好位置了 但是这个球呢 过往急坠 你再去出动作判断 确实难度非常的大 所以说他的球看起来软绵绵 但是在路线的过程当中 还有落点上千变万化 对 会让防守队员紧张的心情啊 更加容易产生失误了 是的 我们看这个时候上海队也是 叫了一个暂停 因为北京队已经来到了21分 嗯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一旦比分上到了20分 场上的队员一定会互相提醒 到20分了 后面的比赛一定要抓紧 抓紧再抓紧 北京队在决胜局是领先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杨帆的发球不错 对方的遗传又不好 这次很勉强 推过去就行了嘛 对 真的很勉强 所以看出来沈琼 也是特别急于想拿分的 对 急于求成了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 上海队进行了换人调整 也是把沈琼换相 换相 换相了十方 方颖超 进行了一个主攻的调整 嗯 其实方颖超在主攻的这个位置上也是很有实力的一名队员 对 好 我们看上海队主教练紧接着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嗯 看来是要遏制住北京队连续得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是的 那么上海队如果想拿下这局比赛他只有在这个时候抓紧连续得分 所以借此机会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上海队这个全运会的成绩 他们的经验很老道啊 1965年二运会他们是第二 75年三运会第五 79年四运会第四 83年的五运会是第三 93年的七运会是第四 01年九运会第五 随后第十届 十一届全运会 蝉联冠军 所以今年的目标 他们能够实现全运会的三连冠吗 嗯 就要看新科联赛冠军北京男排大不大应了 依然是杨帆的发球 这次短平北京队防了起来 交给四号位 这一次我们看裁判员判北京队得分 刚才扣球之功啊 对于世纪裁判这个球是打手出界 对 上海队只有用坏人的方式来进行调整了 做出了二船调整 翻上了身高更高的张国俊 我刚才也说过 何炯在前排的时候 是咱们的一个突破点 一个机会啊 对 所以他们现在换上了一个高大的二船 一图越很明显 破坏对方的一船 难道不会接洋关的球吗 这一次我们看北京队再次得分 上海队这一局感觉整个心态都很浮躁 对 特别是在后半段的时候 他们自身的失误出现了非常多 对 有点不太像一直以来咱们印象中的那个老道的上海队 二十四比十七 这是局点 局点 咱们也不着急 看看杨帆的发球的情况 还是效果很不错 对方的一船 不好 这次后二 后二打得太勉强了 北京队二十五比十七 拿下第二局的比分 至此呢 在前两局过后 北京和上海局分战胜 得总的发球 北京队调整 给了王琛 这三局一上来 北京队王琛就造成了打手出界 1比0 我们通常说 通过在场上的这个气场来说 如果拿下第一分 是对心态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舞 好 这次是一个被传 是沈琼在二号位的一个进攻 好 这次我们看 队员没有受伤吧 哦 哦 可能是 没事 没事 嗯 这是九号何久 很快站了起来 夏天也是运动员出汗比较多呀 哎呀 看卖镜头 刚才是地上因为有汗水 对对 所以滑倒了 是的 现在就跳发 这次交给了二号位 依然是 王琛 可惜被拦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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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琼已经32岁了 前中国男排的独立主公 全国主公里啊 他也是接发球最好最全面的一位选手 哦 这一次是发球直接得分了 在上个赛季的联赛得分榜 他是排在第八位的 加油 而且08年奥运会 他也是带领中国队获得了史上最好的成绩 第五名 现在说啊 据说这个退役之后 他也可能会从事教练的工作 嗯 我们看沈琼的跳发 破坏北京队的遗传 看看这次 胡松在四方位 下球非常的坚决果断 嗯 帮助北京队扳回了这个气势 是的 刚才篮放他的应该就是戴星瑶 对 他跟胡松刚好是对位 嗯 但是戴星瑶的身高是有优势的呀 戴星瑶身高是2米05 胡松是1米98 嗯 但是胡松的扣球高度 尖锋时期的3米65 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看往生的跳发 拼命拼尽了全力啊 嗯 把自由人 任棋给打倒了 这次快球 任棋的第一点还是不错 电过来 高高的电起 因为自己赢得准备的机会 北京队这次快球 打成了 三号位 依然是杨帆下球 很干脆利落的一个空投 上海队的复工呢 杨建斌 在篮咱们杨帆的时候 看来还是非常的犹豫 对 这个球球已经扣下去了 他还没有起跳呢 嗯 很有小王者的气概嘛 对 因为杨帆还是年轻 我们看 王辰的跳发 这次是收力了 哦 北京队迎来 打看头的机会 又是杨帆 赛前 在训练热身的时候 跟杨帆也有过交流 看他今天的嘛 看他今天的表现嘛 看来今天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大家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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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辰连续第三次发球 又来了 又来了 就是北京队得了三分了 对 是的 北京队 这个是上海队做出了换人调整 是换上了10号 方颖超 一名酒吧的主攻手 在后排 来接发球了 我们看王辰跳发 效果还是很好 哦 这个球对于刚才我们看 一号太惊讶了 打这个球是很困难了 对吧 对 明显他起跳的时候是要刹车 因为这个球啊 已经 已经快跑过这个球了 已经太集中了 这个球传的 没有 已经没法展现他的高度了 对 上海队的教练这个时候是才叫了一个暂停 嗯 比分 6比3 北京队在第三局一上了呀 是打出了一波小光潮 嗯 因为我想8分的时候应该就会有技术暂停 那么刚才上海队主教练的这个换人 可能也是想调整一下场上队员的这个心情 没想到还是不行 还是非要叫上这一个暂停才行 对 因为他换上了是一位主攻手 让他来接一团 接刚才王辰的发球嘛 换上的应该是方颖超 对吧 打出的动作是非常潇洒的方颖超 把王之腾换下了 对 依然是 王辰的跳发 这次收力了 北京队迎来了机会 后二 上海队 很顽强 非常的顽强 北京队还有机会 再往前 好 这次我们看 刚才是二三种康康 是不是也是一个二次球 对 是一个二次球 但是我们说他这个二次球 其实一个 是一个没有办法情况下的处理了 因为太冲网了 对 因为刚才这个球已经非常冲网了 北京队第三局的比赛是7比3领先了 刚才这阵子上海队的一传都是不是很稳定 所以换上了一个高的二船来争取一下冲网的球 王辰继续跳发 还有机会 后 后 我们看刚才啊 对方这个前交叉 背交叉 来回使用战术 是的 都是由这个一号 戴心瑶 对 很艰难的拿下了一分 嗯 毕竟戴心瑶在这个往前的身高优势 非常的明显 确实是很高 好 北京队一传到位 交给后二 王辰 在二号位 拿分了 北京队八比四 在第三局比赛呢 是领先进入到了第一次技术暂停 嗯 现在呢 我和这个张哥啊 是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朝阳人民体育馆 其实我们俩也有点像做梦一样 昨天晚上还在北京市朝阳区 嗯 在北京电视台带来北京队半决赛的转播 嗯 而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提到 今天我们要前往 比赛的决赛地 就是现在朝阳市体育馆 嗯 你是什么心情 好好 就像你刚才说的 好像就在做梦一样 昨天还在朝阳区 今天就到了朝阳市 是的 那么现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同一般的 对 毕竟是四年一次全约会的这个南排决赛 嗯 那么咱们还是 胡松面带微笑的向我们走了过来 对 拿起了这个球 刚才离我们 现在离我们也就几米的距离吧 嗯 我都想上去帮一把呀 哈哈 咱们还是回到比赛中去 对 毕竟北京队第三局是8比4领先 嗯 胡松的跳发球 威力很大 对方的一传被破坏 这次调整弓 呃 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10号 方永超在4号位抓住了机会 10号方永超咱们看他的身材特点非常的瘦啊 嗯 但是他有非常出众的弹跳能力 对 身高是1米98 扣球高度是3米55 方永超 现在我们来看戴清瑶的发球 力量并不大 这次钱快 北京队得分了 北京队第三局9比5 4分领先 现在是非常棒的一个局面 嗯 很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希望咱们北京南排能一直保持这种优势 是 那就看张薇的加油声有多大了 哈哈 两番的发球 我觉得对方可能有点处了 而这次短平也是打成 咱们看到上海队换上了这个高大的二船 张国军之后 嗯 他们的整体的进攻节奏好像又快了很多 因为高大二船就是这样的特点 嗯 而且他们篮网的实力无疑会得到加强 是的 大力跳发 北京队一船不错 交给厚望 这个点 上海队的机会 北京队双人拦网 把最拦起来 交给四号位 这次上一套的一个轻调 哈哈哈 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调球 对 这就是营赛了智慧 对 冷静 嗯 你再开一句 哈哈哈 我们说了 聪明 哈哈哈 善建涛这个队员也是高度上不是很占优势 对 但是他在比赛中像这种机智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 对 上街道只有一米九四的身高 但是第二次打平衣会有经验啊 我们看看康康的发球 对方的一次短评同时也是一个轻调 又回敬了咱们一个 对 对 嗯 还是上海队的老将也是很不服输啊 比赛打得很精彩 嗯 但是我们觉得 比分的这个竞争啊 交替非常的焦着 嗯 并没有完全的拉开 对 虽然现在咱们领先三分 但是还是局面非常的紧张 场上 初回把球练起来 还有机会 这次调整过 北京队做好防守的准备 这一次我们看 裁判是盼上海队审求 扣球得飞 刚才也是在四号位打出了一个直线 避开了北京队的狼王手 嗯 确实是 线路非常清楚干净的一个直线 对 我们看北京的球迷啊 在现场也是非常整齐地 喊起了北京加油的口号 嗯 北京队这是一个T4 由四号位的 善信涛打中了 果然在现场球迷的这个朱威生和支持下 咱们北京男排的队员打得越来越这个虎虎生威啊 对 刚才我们看北京队得分以后啊 二团张国俊的表情不太高兴 嗯 估计也会用一个战术球来回击 对 我们看看咱们俩的分析啊 是不是有道理 嗯 大力跳发 看看这次张国俊 哦 哦 前快 咱们俩的分析很重确 但是 这是在一团到位的情况之下 对 这个快球啊 上海队是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 好继续 哎呀 这次发球啊 有的时候比赛比赛的时候